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老木 咱们在学完了理论知识 也就是公职面试高阶课之后呢 进入我们下一单元 就是关于面试高分技巧和公职思维的系统训练 这一期是第一讲 咱们先来看面试高分技巧 今天我们说的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关于题型分类的问题 所以本讲的主题叫做不诱于题型 什么叫不诱于题型 就是不限于题型 不局限于 不拘腻于 不能被题型套牢 说到题型分类呀 如果参加过地面的培训机构的话 多少有一些了解 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的结构化题型分类 有那么几种形式 比如说综合分析体 人际关系体 应急应变体 组织计划管理体 还有情境模拟体 等等吧 这些题型分类是谁分的呢 是不是我们结构化面试的 命题人来进行分类 是不是有这个教科书 或者是有系统的 学科的这种分类的依据呢 并不是 我要告诉大家啊 这些题型分类呢 是培训机构分的 培训机构把所有的题型 分成这么多种类 为什么呢 第一点呢 是显得自己的教学比较专业 这么分繁复杂的题 对吧 参加过这么多年的面试 有各种各样的题 不同的类别 我给你分清楚 按照一定的逻辑 按照一定的依据 显得我很专业 这是首先第一点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便于教学 如果不把题型分成很多类 进行归纳和概括 怎么能成为 怎么能形成相应的模板呢 怎么能形成相应的套路呢 没有这些模板和套路 它怎么挣钱呢 对吧 所以啊 更重要的一点是便于教学 那说到这儿 我们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题型不重要 我们在考场上啊 如果拿到了一道题 比如说考官读完题 或者是你自己看完题牵以后 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 现在大多数考生 已经是下意识想 哎 这是什么题型啊 啊 是综合分析题啊 还是 自我认知题啊 综合分析题是单观点的 还是双观点的呀 这个题当中 是正面现象的 还是负面现象的呀 完全就限于了 机构所给你的提型套路之中 这样就走向了一个误区 走向了一个障碍 这样想问题 你想出来的答案 也不会是一个高分的答案 不会是一个精彩的答案 而真正在考场上啊 回答出高分答案的 一定是问什么答什么 不用管题型是什么 题目的问题很具体 没有那么多的分类 问你的是什么 你就回答是什么就好了 问你怎么看 你就发表看法 问你怎么办 你就发表措施 发表见解 发表实践 发表行为 很简单 没有那么多的套路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第二个 在考场上回答问题 千万也不要走 根据题型而分类的套路 要体会思考 题看当中 所呈现的现实问题 题看当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或者是背后的核心的大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体会和思考 甚至是要设身处地的动脑军去想 结合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常识 然后分析 解决核心矛盾 我把不由于提型 放在系统训练的第一讲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两股用心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抛开提型不谈 因为呀 我在做这个短视频账号的时候 经常有这个考生朋友 在我的评论区 或者是私信问我 老师啊 这道题好奇怪 不会答 不知道是什么提型 不知道是什么提型 就不会答 这是一种悲哀 这就是诱于提型 我再次强调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建立一个观念 那就是提型不重要 不用去分类 好 我们拿一道题来举例 让大家感受一下 明白这个道理 让大家深刻的去体会一下 去领悟一下 为什么提型不重要 看这道题啊 政府补贴 在村里免费安装 光伏发电设备 有很多村民不同意 阻止现场施工 你作为村干部 该如何处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如果按照提型分类啊 常规传统的这个思路来答 那么第一反应是 哎 问 现在有这么个突发情况 问我该如何处理 那是不是就是应急应变题呢 对吧 应急应变题 那想到应急应变题 答案很明显啊 那就是我要第一步啊 要表态 我要冷静啊 妥善处理此事 对吧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就是进行层层假设 假设啊 村民是因为费用的问题 是吧 是因为后期维护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 怕对自身健康有影响 总之 做各种情况不同的假设 假设完之后呢 去解决 但是现在在现场 该如何解决呢 只能去耐心的去讲解 耐心解释 好了 层层假设之后 根据这个假设 耐心的去劝解啊 去消除他们的误区 然后第三步 也就是最后 我要向领导汇报 反思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就是传统的 根据提心分类的 回答相应问题的一个思路 先表态 而且表态的时候 一定要说一句 我要保持冷静 其实这句话 千万不能在考场上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培训痕迹的信号 面对突发情况 我们当然要保持冷静 但这个冷静 是通过你之后的 一系列行为表现体现出来的 而不是你用嘴上的语言 说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层层假设 假设不同种的情况 假设怎么解决呢 只有耐心解释 然后反思经验和教训 我们看啊 这种答案 它解不解决真正的问题 里面体现解决问题 办法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当场耐心解释 而如果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 就知道这管用吗 当场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动动嘴皮子 你就能解决相关问题 把大家的顾虑担忧 和背后的核心原因 都能解决了吗 只靠当场耐心解释一下 所以啊 如果我们的目标 只是想当下立即开工 排除干扰 你这种耐心解释 根本就不管用 你还不如报警呢 所以这样的答案啊 是想当然 这就是被模板套牢了 按照模板去找话说 肯定不是高分 因为它不解决实际问题 那好 如果我们不诱于提醒 这道题就不考虑它是什么题 别管是应激应变题 还是什么组织计划题 他就问我们 这种情况 你作为村干部 该如何处理 这个时候的思路 就非常广阔了 因为我们没有被提醒限定 通过仔细审题 题目没有限定 我们当下该怎么办 对吧 它只是发生了当下的一个情景 问你怎么办 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并不在当下 所以啊 如果跳出了这种提醒的架构 我们的思路就打开了 格局就上来了 是吧 那么根据题目 他的题干的这个阐述 我们可以知道啊 题当中要解决的矛盾 其实是两个 一个是当下村民不同意安装的冲突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是 村民不同意安装背后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解决这个真实的原因 然后真真正正的去落实 光伏安装的任务 这才是这道题 我们应该处理的核心问题 好了 当我们知晓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任务以后 我们就方便开始阐述我们自己所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哪些了 啊 所以很明显 现在发生了冲突 你跟村民发生矛盾 啊 甚至是发生了这种这个呃呃 不和谐的声音 肯定不利于未来工作的开展 所以啊 第一步肯定是现在这个安装就不再进行了 大家既然很多人有意见 咱们就先暂停啊 这肯定是第一步的问题 暂停安装以后啊 我们就要剖析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家这样的一些担忧 村民为什么不想要安装这个光伏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设想 当然这个设想和之前那种模板的层层假设不是一回事 这个设想啊 不用在答题的语言当中阐述出来 是我们需要过脑子去想的问题 真正的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去想 可能是村民有什么样的顾虑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担忧 导致了大家不接受光伏 那好 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啊 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你就是村民 你不同意安装光伏 很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啊 我想肯定是费用的原因 虽然题目说了啊 政府补贴免费安装 但很多考生就忽略了费用的问题 因为虽然安装是免费的 但是后续发电可不是免费的 所以说有些村民可能对这笔费用 有顾虑 对吧 第二个 可能这笔费用啊 呃 后续发电的费用可能钱不是问题啊 但是啊 我这感觉 安完之后 后续这个设备的维护会有担忧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安装这个光伏 你想这个灰尘呢 鸟屎啊 会不会影响这个电池组件的使用 而且农村动植物很多 每天去打扫这个光伏板 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吧 除此以外呢 就是担心质量了 这是咱们安东西买东西 一个最常见的心态 就是这玩意靠不靠谱啊 啊 这个光伏板的质量行不行 厂家资质够不够啊 担心上当受骗 对吧 还有一个啊 就是在农村安装这种新型或者是先进的技术设备的时候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于他的科学原理不了解 很怕这个光伏板有害 影响身体健康 万一有辐射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除此以外啊 如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啊 还应该知道 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啊 但这个我们不能说啊 但心里边应该过一下这个事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呢 带头挑刺 是不是 带头挑唆 不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很有可能 我们呢 是要在心里换位思考 可能村民不愿意安装光伏的这些原因啊 费用的顾虑 维护的成本 担忧质量不过关 或者是不了解科学原理 或者是有个别的人在带头挑唆 我们想到了这些之后 在我们答题的语言阐述当中 就围绕着这些可能出现的原因 去一一化解啊 去一一化解 所以呢 按照这样的原因分析 我们下一步就要阐述 作为村干部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吧 那暂停安装以后呢 第二步就是调研原因 因为刚才这个换位思考的原因呢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作为因为村干部 我如何处理问题 这个做法当中 必须还要有这个调研这一步 要深入到村民中去了解 调研大家不愿意按照光伏板的原因 啊 调研不是嘴上说 调研两个字就要解决了 一定要具体细化的描述调研的过程 比如通过找代表谈话啊 接收匿名的留言 或者到家里去走访的方式 了解到大家的顾虑 这是关于这部啊 调研 调研完毕了 知道大家真实的原因了 明白村民的想法了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那如何解决呢 就是第三步 要召开座谈会 召开座谈会干嘛呢 就是解决大家的顾虑嘛 对吧 村民推举代表来参加 你不可能让整个村子的村民都参加 是吧 找一些代表啊 那么会上呢 我就要向村民阐述一下 咱们光伏发电的意义啊 不仅用电更加经济便利 更是想要国家战略的表现 当然了 光靠说呀 可能有人听不进去啊 会上我也会播放一些 科普视频 让大家了解光伏发电 没有危害 解决了 大家担忧质量 这样的一些顾虑 那好 之前咱们还假设过 是吧 质量不担忧了啊 担忧厂家资质 是不是 好了 播放完视频以后啊 我还要介绍 安装厂家的资质 哎 他们到底是哪来的啊 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获得够什么样的认证啊 以及后续如何维护管理 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然后啊 要帮村民好好算一算 电费的账 对比一下 能节省多少开支 甚至啊 如果必要的话 我也会请相关的 这个光伏厂家的代表啊 光伏版厂家的代表 与会 才会向大家进行具体介绍 你不是担心吗 你不是有这个顾虑吗 我就把这个厂家请来 是不是 他们献身说法 甚至拿着这个光伏版 拿着他们这样的一些元器件 给大家展示 向大家进行科普和说明 对吧 那么座谈会啊 要做好双向的沟通和交流 啊 我这边 产名厉害了 给大家放视频了 帮大家算账了 也请厂家了 那么 同时也通过座谈会来征集大家 对于安装光伏发电的建议 做到双向沟通 这是在座谈会这一个环节 当然了 会开完了 去落实是更重要的 这个会议只是解决大家心中的这种担忧 疑虑 或者是不解 给大家来一个精神上的动力 但是后续推广的落实 还要在会后啊 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那么会后如何行动呢 首先 会开完之后啊 可以将会议的主要内容 在村内进行广泛宣传 与会的代表都了解了 但 我们也应该通过这些代表 通过我们的方式 比如说村广播啊 宣传栏呢 以及咱们参会代表口口相传等方式 以点代现 以现代面 让广大的村民都能了解光伏发电的好处和意义 都能享受光伏用电的实惠 有人可能要质疑了 是吧 就开个会广播一下 这事就解决了吗 现实工作当然没那么容易 我在课程里讲过 基层工作 永远要考虑个别 所以这道题 我们也要充分考虑 还是有一些比较顽固的人怎么办 那我们就私下理 那我们就私下理 再进行个别的沟通呗 个别沟通的方式就可以多样化了 比如说拉拉家常 吃顿便饭 以情 理 立 法 多维度 与之交流 咱们要相信啊 当有村民用起光伏发电 得到了实惠以后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工作的开展将越来越顺利 所以啊 回头看一下这道题答题的思路 再对比一下 咱们之前那个按模板来的思路 你就会发现 问什么答什么 把目光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 把我们的重心 放在思考这些细节 这样我们的答案才能充分 才能饱满 而不是简单的套用模板 显得非常的僵化 显得非常的低端 好了 不由于提醒 这个高分技巧 希望大家多听几遍 最终掌握